吃豆人 一个1980年出生 设计简单但是销量一天的游戏 至今都仍有不小的热度 在2010年时 甚至还让全球企业损失了 约1.2亿美元的生产效率损失 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吃豆人这款游戏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魅力吧 哈喽大家好我是阿阳 今天我们又要在MC里面玩游戏了 没错 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地图 整个游戏界面都变成了吃豆人的模样 话不多说 先让我们来看看3D版吃豆人 玩起来到底是一种怎么样的体验吧 这个恐惧的时间 感觉和现在的吃豆人比起来 时间是不是有点短了呀 奇怪了 总感觉这些小怪的移动速度 似乎也是越来越快了 哇这AI好强啊 还知道怎么包围玩家 哎呦真的好难啊 三条命死了都没有过第一关 来我们换个小幽灵 看看能不能抓到AI扮演的吃豆人 啊我被AI吃了 玩这个的时候 鼠标还不能随便乱动 因为这样会导致地图整个发生偏移 出现某种奇怪的按键偏移 或者是按键透露 就像现在这样 我一不小心按了一下sheave 就直接自杀送回快乐老家了 3D的操作 果然是不能像2D那样直来直去的呀 不过有惊无险 AI吃豆人总算是被我们抓到了 那么简单的看了一下 是不是觉得这个游戏有些折磨人 对没错 那个时代的游戏啊 普遍偏难 在上个世纪 电脑还没有普及 游戏机还是奢侈品的年代 大家普遍都是在街机上面玩游戏 而那些肮脏的老板 为了能让玩家多投币 多赚钱 就会把游戏设计得很难 可就算是这样 他还是能吸引 无数的路人为他投币 这个原因啊 不是路人喜欢被虐 而是他上手真的是太容易了 只有上下左右 进入游戏的一瞬间 玩家就能读到自己要干什么 而同时期的竞品 大部分都长得十分的简陋 还不好理解 所以理所当然 他报了 成为了可以媲美 贪视神和胖的又一大作 打发时间的神器 诶 别说俄罗斯方块啊 俄罗斯方块现在还没有出生呢 而这款游戏最大的魅力 也正是于此 虽然现在时代变了 但是玩家们的需求 仍然没有改变 对于在无聊时摸鱼的 渴望是横就不变的 无非就是 以前下班后一群人 在酒馆里面围着一台街机找乐子 现在是上下班通勤的地铁上 在手机或者在游戏机里面找乐子 所以谁又能拒绝这么一款 想玩就能玩的EC game呢 不过最最最离谱的是 这个游戏现在还在运营 你可以在Switch上面找到它 并且通过客亲VIP的方式 和全球的小伙伴们一起玩 不过游戏本体呢 也做了很多快节奏的设计改动 玩起来就更爽更简单了 唉 冷饭炒炒还能接着吃 真有你的呀 南蒙公